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众志成成 光明前程 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西部战区冠军的德州达拉斯独星侠队 6月9日晚间在麻州波士顿二度挑战东部战区冠军塞尔蒂克队 结果以98比105落败 德拉斯独星侠队虽然拥有主攻和助攻能力都很强的25岁组织后卫唐希奇 卢卡托尼和另一位32岁的组织后卫俄文 Kiri Andrew Irving 然而两人共同收获48分 却还不足以成为球队告诫的保证 唐希奇带上上场42分中18秒 21次出手投篮12次命中 个人攻下32分 但是关键的第四节只有3分收获 此外还有11个篮板11次助攻4次抄截 不过也有多达8次失误 而且8次站上罚球线仅有4次破网 这是唐希奇北美职业篮球生涯季后赛第10次大三元 波士顿塞尔蒂克队在今年度的季后赛 至今客场没有失利过 翻开大联盟季后赛年度总冠军争夺战的实验 波士顿塞尔蒂克队已经第9次在总决赛系列比赛开始时 就先升夺人取得二连胜 球队并且在八次行动之中 造成对手根本没有机会挺进到第7场 塞尔蒂克队的29岁先发组织后卫怀特 Derek Richard White和现年33岁的先发组织后卫 哈勒戴 True Randall Holiday 果然是大联盟目前最抢眼的后卫搭档 分别成就26分和18分 彭广阳 2024年6月10日